新年终生的敲响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全国各地以多种方式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热热叨叨告别2021 欢欢喜喜迎接2022 我们也一起来看看 在吉林梅河口 璀璨的焰火 传统的打铁花表演 游客们在红灯笼 黄泥墙 白雪 火炕的关东年味里 迎接新年的到来 希望2022年我们的祖国 可以买入昌盛 火火火 我们也把自己的小日子 进行火火火 在新疆乌鲁木齐 街道挂起上万串灯笼 多处楼宇连片换新装 跨年味道十足 觉得今年这特别的年味 同时也祝了大家 新的一年年旦快乐 在河北石家庄 城市地标逐一点亮 用满城灯火 启迎2022年的到来 就是感觉特别炫酷 到处都是中国红 特别有喜迎新年的氛围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 国家的繁荣和蒸蒸日上 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生活更加的幸福 美好 赏年俗 逛年会 元旦前夕 安徽社县玉红学校 把年货大街 飞移项目搬进了校园 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 传统文化的魅力 我今天看到了五狮子 跳针葵 钻钓的呢 这些我们都是在平时 接触不到的 我们以后一定会将这些 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在山东青岛来西市 郊东花波波 飞移传承人 池金燕 将传统的花波波 融入现代元素 设计出造型各异的 老虎花波波 唯妙唯孝 年味十足 有小孩喜欢的 那个一点点的小老虎 有过年用来招采金宝的 大老虎 希望在今的一年里 我们龙的船人 有虎的气势 走向全世界 每年的1月1号 也是全国冬泳日 辽宁复兴市的冬泳爱好者 挑战寒冬 批拨斩浪 用自己的方式 迎接新年的到来 经过冬泳 我们展现了是 我们冬泳人的意志和品质 希望大家工作顺利 新的一年 有个新的开始 新的起点